在我们要进入到经文之前 先跟各位前贤去分享一下 我们前面读了这么多的经文 谈到了所谓的七大 他要告诉我们的内涵是什么 过去我们刚进道场的时候 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叫做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缘起信空 无所得 刚进道场的时候 我们都记得这句话 前辈者也不断的提醒我们 原因是因为刚入道场 我们位在凡夫地 我们跟大部分的人怀抱着相同的心理状态 所以拥有相同的一个作为 也就是我们执着四大的色身为我 凡跟此色身有关的东西 一切的境界 我们都有诸多的贪爱 留恢复 留恋以及染灼 对于一切境 我们的妄念不停 因为认识不够清楚 随意的放纵 身口意 造作不该有的行为 于是就有的 业果的一个感召 我们就有所谓的 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痛苦跟烦恼 最可怕的是 如果从来没有回头 看自己的那一刻 那这一生 就是白白虚号光阴 只有在灵中和尚演的时候 才会有懊恼 所以在读 《谈经无相诵》的时候 慧能大师讲了一句话 拨拨度一生 到头还字傲 所以我们透过进入道场 初阶学习的功课 认清万法因缘合合而有 去破我们的执着 破我们的贪求 让我们懂得看破还有放下 但是作为一个一贯道的弟子 我们的目标是大圣菩萨道 我们必须理解 什么叫做大圣菩萨道 其实在《仁颖经》的 第二侧的前半段 谈到六根 六式 六成 还有所谓的七大的时候 他也无非就是告诉我们 万法由心而生 都是真如随缘之用 我们做一个大圣菩萨道的修行者 我们如果能够善用那一点灵光 在一切万境当中 我们不受尽的一个诱惑 自然就不会心随进转 如果真的做到这一个地步 就如慧能大师所讲 六根虽有见闻觉知 而真性常自在 所以我们在进入佛门 到今天再来研究 这个《仁颖经》的时候 前贤们去回头一看 我们过去学习的一个次第 跟今天释迦牟尼佛 在仁颖法会上 去诱导那些小顺的弟子 要回小向大 他的模式是一样的 这些都叫做因材施教 当我们对于自我的要求 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上仓自然会随着我们的愿力 而拨转最适合我们的因缘 辅助我们的修行 可以让我们摆持肝头 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进入到经文 二世阿难集诸大众 蒙佛如来 唯妙开示 身心荡然 得无挂碍 无挂碍 就是没有任何执着 没有任何留恋 那是真正的一个解脱自在的境界 听文的释迦牟尼佛 他讲六根 六成 六顺 到七大 都是真如随缘之用 他们已经彻彻底底了解 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怀疑的时候 他们再也不怀疑 自信含万法 万法在诸人性中 如果你了解了 一切万法 是自信随缘之用 你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的贪求 因为所起的贪求 也无非就是自信去自信 根本无一物 是在身外的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话 也不妨去回想 在谈经里面 六祖混男大师 曾经讲过 前念浊静 即烦恼 后念离静 即菩提 研究经典 如果每一部经 只是各个单元独立 我们没有办法 从过去所学的经典里面 做一个融会贯通 那么带给我们的启示 带给我们的省思 帮助我们调整脚步的力量 它会相对的就减低了 所以读经的奥妙 读经的趣味 在于 我每学一部经 看似经名不同 但是殊途同归 都是要回归到我的自信 我如果能够 散入我的真如自信 在二六时中 不间断的去回光返照 而回光返照 所用的工具 也无非就是 各教圣人 所留下的文字剥弱 透过这些文字剥弱 我往里面照见自己的自信 唤起我的自信 去发号司令 去做主 所以透过外面的学习 唤起我自信里面的 三藏十二部经 这么内外的一个 交相的信息之下 于是逐渐的 我们于身外之物 我们粘着的心少了 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不取不舍 等有那么一生 我们真的 于一切法 一切境 都没有染肘 都没有取舍之心的时候 到了那一天 各位前贤 我们是真正的 波罗波罗命 到达彼岸 不是一个小盛的 出六道轮回的解脱而已 而是真正的 圆满了自己的自信 达到无语涅槃 到了那一刻 我们就有足够的能力 再回过头来 来人世间 圆满我们在印第 所发的种种大愿 所以世诸大众 各个自知 芯片十方 简十方空 如观手中 所持业务 十方空 是代表 依报世界里面 它最大的一个东西 既然了解 万法尽在一心 一心寒藏万法 是大 所以他们了解了 他们悟出来以后 就看整个宇宙的一些变化 他就如同 看自己手里面 所拿的那一小片的树叶一样 这个很像 在中庸里面 孔夫子所讲的 当一个人有 至成之道的时候 他观一切 就如自己的 掌中文一样的明确 因为不论 大于十方虚空 或者小于 一粒戒子 也无非 都是自信的 一个随缘之用 我们人如果能够做自信的主人 能够让自信来发号司令的时候 各位请写 那大智十方虚空 小智一粒戒子 你还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所以过去在道场前辈子告诉我们 道在天为天理 在地为地理 在物为物理 事为事理 在人为信理 将天理 地理 物理 事理 人灵总总 不一而其 其于哪里 其于异心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信力 认清自己的真如 各位前显 那虚空一切万法 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的简单 但是 世间最困难的事情 莫过于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所以王凤一先生在讲人心跟道心的区别的时候 他就曾经讲过 道心 如果发号司令 你是对于自己了解的非常清楚的 可是如果人心呢 他左右了我们一生 我们用的工具是错误的 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自然有偏差 处理事情就不会圆满 这就是起祸造业受苦的一个轮回 所以修道一定从多文为入道之本 透过意理的学习 先能够往里面观照 唤醒自信 做我一生的主人 一切世间诸所有物 皆及菩提妙明原心 万物万访 都从此心而出 就像我们在讲的一本善万书 万书归一本 所以看见万物的用不同 万物的像不同 但是回归到万物的体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大圣喜讯论 谈到一心有三大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谈的就是体大 心经变远 寒过十方 变远就是无所不在 没有一个角落 不是真心的一个作用 所以反观父母所生之身 有彼时方虚空之中 吹意为尘 若存若亡 后学喜欢读了言经 在于他的潜词用具如此的优美 而在优美当中 却含了甚深的毅力 我们了解自信 是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片一切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腹筋母血合合而成的四大甲生 在整个十方虚空当中 就犹如随风所扬起的一粒围尘 障音拖延的时候 我们存在 但是随着条件的一个破灭 那一个色身就不在了 所以研究佛法 有所谓的一齐四项 粗的一齐四项 谈的是我们色身的生老病死 生的时候是缘起 死的时候就是缘灭 所以来去就如电光火石 刹挪之间 这一生就交出了试卷 是成功是失败 它完全细语 我们在生命存续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念头的起伏 那也是一齐四项 是维系的一齐四项 念的起伏叫做 生住意灭 一念生的时候 它是落在善 还是落在恶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因为如果落在善 它代表真如自信启用 如果落在恶 它代表人心无名 在左右当下的我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一齐的生命 没有留下任何的懊恼 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 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善用了生命 学习的一个精神 不论我们学多学少 我们尽心去做了 那么都是交出成功的试卷 而在学习的过程 它就重在一个观照的功夫 念头的萌生 当这一念生 到这一念念的时候 中间所有的变化 又没有合于我们的自信 在大圣起信论 不断的跟各位前贤提醒 真如不起恶用 就如同孔夫子讲的 如果能够依循着 我们真如起用 率性之味道 可是我们六万多年的染污 难免都会有人心作祟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言教的一个必要性 透过圣人义礼的教化 我慢慢调整自己的脚步 让我的身口意 见须于无瑕 达于一个圆满 所以时刻关照自己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除 为生善令生 以生善令增长 所谓的关照 不就是这四步功夫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吗 所以进度级的功夫 是很困难的 往外办到有一个时间性 往内修集 它是没完没了 一直到一口气不来 才是短暂的盖棺论定 我们又即将形象 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了 所以如占据海 留意福欧 启灭无从 这是在接着前面那句话 讲我们的父母所给予的色身肉体 他若存若亡 就犹如大海当中 忽然冒起的一粒水泡 福欧就是代表水泡 他来得快也去得快 所以能够透视这一点 我们就不再迷真逐望了 我们是真正的能够回归到自己的自信 我们懂得在日常生活当中 谁是我们的规矩 谁是我们的主人 那就是我们的自信 所以了然自知 祸本妙心 常驻无灭 你真的能够分辨真假 真的不再迷真逐望 自然就不会随境流转 释迦牟尼佛说 众生若能转静转悟 即是如来 你回头了 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真如 你回头了 你就能够让自己的真如 做我们四肢百害的主人 到那个时候 即便我们深入 外界人灵种种的虚花甲景 也能够如古德所讲的一句话 万花丛领过 遍野不沾身 所以修道不可以成吉守空 修道不可以避六根 不起任何的用 那个都落入心外求佛 好一点修小顺 糟一点就轮于外道了 所以真正的解脱自在 是让我的六根出六门 六事变一切处的时候 我不被外境所染过 就在那一刻 尽心在望中 这个一段经文 是要引导各位前行 回想我们过去 所读的六种谈经 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甚深的义礼当中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确 所以礼佛合掌 得未曾有 于如来前 说迹赞佛 阿难以及与会的大众 深切明了了 佛这么一段 长时间的开示 于是由阿难做代表 他就开始赞美佛 所谓的得未曾有 是因为与会的那些阿罗汉 过去单于小圣的修行 于大圣佛法涉猎的不多 所以今天在仁言法会上 因为佛陀的用心开示 他们深入到大圣佛法 了解自己成佛有望 所以那一种心灵上 所带来的法喜 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那赞佛记里面就讲 妙战总持不动尊 守能言王 事稀有 妙战 是战就是代表干净 没有任何的一个染物 妙是形容无形无相 不是六根见闻觉知 就可以察觉到的 他形容的就是 三生里面的清净法身 没有任何的染物 这是赞叹佛宝 总持自信具足三藏十二部经 源源满满 没有任何增见 这是代表 佛陀 佛陀 佛陀历经三大阿森奇节的修行 已经达本还原 所以本有的智慧完全现前 这个叫做圆满报身 不动是弹 一旦成佛之后 有千百亿的化身 可以随众生的一个根器 随缘映现 但是不论现何身 于佛的本际 佛的本性 他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如果来到十丈红尘 我们没有修到 为不退之前 我们很容易 因为花花世界的一个炫耀 我们迷失自己 可是诸佛如来 本诸因地所发的大愿 他们不论进入到三恶道去度众 还是在我们人世间 度化这些友情众生 他随缘硬化 可是 他的那个真如 从来没有随劲去流转 而有任何的变化 即便在不清净的地方 也能够得到清净自在 于是这就是地藏古佛 他位列幽明教主 在地狱道里面教化众生 地狱是诸苦之所在 地藏菩萨会苦吗 没有苦 因为所有的净 为心所现 修持如果达到清净圆满 谁所在处 自然清净污染 那首任阎王是赞叹今天 佛所所讲的这一切的大圣佛法 严格来讲 他已经不仅是大圣佛法 他是唯一佛圣 那不仅佛讲得出来 而且佛也已经证悟到那个境界当中 这个是赞叹法宝 所以消我一节颠倒响 不利生其或法身 第一句是教我们断望 第二句是教我们明真 生其是无量节 也不要局限在生其这两个字 我们如果够精进 你也未必要满三大阿僧其节 才能够修行正果 进入佛陀的世界 那如果我们怠惰 三大阿僧其节 它也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数字 也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能够正果 所以人的修行的过程 是长是短 它细于我们在学的当下 有没有精进度懈怠 你在菩萨道里面谈到六度 我们就想一想 在日常生活里面 六度的精进度容易做吗 我们但凡有一刻 没有一个磁心 但凡有一刻 我们违犯了自己的倔虑 我们做出了违背良心本心的事情 又或是我们的心量不够宽广 我们寄人之仇 我们度人之好 各位清显 就在那一刻 六度里面的不失实戒忍辱 我们都没做到 也就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是处于懈怠的状态里面的 所以要成佛不是口号 是你要用心改习性化秉性 一节的颠倒 没有离开习性跟秉性 习性的黏着 是色身肉体的贪求 秉性的去不掉 是心里面无名的一个覆盖 所以后学不论读任何一个宗门的经典 不论它落在小圣佛法 还是大圣佛法 总是不由自主的会回想起 刚进道场的时候 前辈者送给我们的那六个字 改习性化秉性 从后学1993年开始求道 开始涉猎经典 我读的第一本书叫做 王凤一言行录 到后来涉猎了这么多的经典 然而所有的修行没有离开 要回光返照 照见自己的习性 照见自己的秉性 然后我要想方设法 抹除这些染污 我才能够破除五蕴 所带来的一个痛苦 所以不要读任何一部经 就有那种赞叹的心 赞叹的心是本来有 可是如果你的赞叹 只是放在这部经 是我过去所未曾听闻的 那就错了 因为一进道场 你看我们求道的点道词 点传是怎么说的 耳目要回光啊 一点真太阳 你看我们在道场研究道理 在三步离当中 前辈者最常叮咛的一句话 是什么 盖席性化别性 而所有这些研究经典里面 各教圣人所教的修行方法 没有离开这两个步骤 只是我们透过经典的研读 让我们更为正确的认知 一贯道的修行 从来没有外于其他宗门 只不过是有一个更便捷 更直接的一个途径 让我们能够了解自信在哪里 要怎么样唤醒自己的真如 三大阿僧的奇节修行 也无非就是唤醒真如 所以在为世论里面 他就讲三大阿僧奇节 五十五地的一个位次的修行 地前菩萨的修行 就是包括三贤位在内都叫做地前 是一大阿僧奇节 所以修一个阿罗汉并没有很辛苦 只要你懂得看破放下 只要你愿意照着看破放下四个字去做 要得一个位不退 他不困难 那问题是我们不肯照做 因为有我所以舍不得 难是难在 初地到七地登地的菩萨 堪为众生的善之士的时候 光这一个位阶的修持 他要一大阿僧奇节 初地在破什么 初地在破第七世的相续相 破了以后 你就进入到二地 二地到七地破什么 破志向 也就是第七世的 俱生法治 换句话说 七地的菩萨 他历经一大阿僧奇节的修学 只不过破第七世 我们才了解 佛在经典讲 所有成佛的关键在于第七世 行音 他难破啊 到八地到等绝的时候 破阿赖爷的三细相 各位前贤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阿僧奇节 第七世就是五蕴当中的行音 你一定要等到登地以后才开始破我们的第七世吗 不是的 是我们眼前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逐步摆脱了色身肉体对我们所产生的诱惑 我们对于一切与色身有关的那些的境界 名利 情爱 我们的黏着越来越少 各位前贤 就在这一刻的时候 其实你淡化了第六世的主观意识 你也同时就减轻了第七世所带来的杀伤力 那在那一刻的时候 阿赖爷里面的三细相的染污 也慢慢的什么 在减轻他的一个力道 所以一念就是八世 所以一念如果是正的时候 八世都往好的方向在运转 一念是恶的时候 八世就完完全全又开始进入沉沦 你阿赖爷是不断的在储存一些垃圾 让自己未来的修行起步更为艰难 所以你学到在哪里学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 在我们进入职场 进入社会 在我们进入道场 在每一个我们在呼吸的当下的时候 你都在学到 能够用如此严谨的态度去要求自己 不利生其或法身或就是德 你证悟了 理有顿悟势必践行吗 悟道理跟实际的一个证悟 它是截然的不同 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在解说的时候 你可能当下明白了 后来的所有的一个所谓的学习 都是就自己所明白的东西 做一个检测 我做了吗 所以消我一劫颠倒想 它是你悟了 不利生其或法身 它是你一理起修 你正了 这个叫做解行而为一 知行为一 所以佛沙论里面 它有一段记载 叫做三奇修六度行 百结众向好因 然后霍五分法身 后学是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浅显补充一些佛学的概念 因为毕竟线上有很多浅显 平常在地方上 在中心 于经典 其实都已经涉猎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只要跟经文有关 方便我们去融会贯通的 后学就会把资料提供给各位前嫌 所以三大阿森奇节 消颠倒妄想 人心不再作税了 用我们的道心 在应对这花花世界 道是用尽的 该我们做的事情 则无旁贷 意间单起 即便在家庭 在职场 在道场 各位前嫌 相貌的一个圆满 是在没有空间 时间的分隔之下去成就的 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还有时间 还有空间 还有对象的一个区别 你要种 那个所谓的相貌的一个圆满 一个庄严 它就很困难了 因为所有相貌的圆满 无非是因地当中 把分内该做的事情 我把它行诸以外了 五分法身 就是我们在谈经里面讲的 戒相 定相 会相 解脱相 解脱之境相 讲戒相的时候 困难大师说 自心中无非无恶 无嫉妒 无贪嗔 这个叫做扫尘除够 扫得一干二净 没有任何的一个染拙 可是我要特别对各位前嫌 去补充一句话 我们过去有一个 可能认识不清 而产生的一个误解 我们认为一贯道是在家修 所以在家修的时候 它的戒律比较松散 出家的人比较严谨 那各位前嫌 请你将这个观念 彻底把它连根拔除掉 因为那个是错误的 修行的方法 或许会因时节而有所不同 但是修行的标准 从来没有因为新阳 红阳白阳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的教化 它有所不同 不会的 因为你要恢复到自己 圆明的自信 就一定让内在里面 一尘不染 一念不生 一法不利 这是真正的摆除了 三毒所带来的一个伤害呀 所以不要认为在家人修道 他的戒律比较松散的 不该说的话 说说有何妨 不该做的事 做做又何妨 在家修 轻松自在 家庭生活及时到场 我们在后面在研究 认言经 谈到十法界的行程 佛陀就讲得很清楚 你在四圣 你在六凡 人法界 天法界 或者跑到三恶道里面去 它的区别怎么来 它的标准在哪里 就是一个戒律 你的戒律词的不够严谨 就代表那个我执没有去化掉 它代表的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在讲戒定会 这三种的时候 戒通常它比加是强调在前五诗 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谈一个身不造恶 心不动恶念 谈戒就落在这个区块 谈定的时候 古德在讲 他比加强调在第七诗 第七诗的特色 既然称为行音 念念相续不断 你要斩断 这个水流啊 就是要让自己闻风不动 所以定比加强调在第七诗 会是第八诗 那我们如果有这样了解的时候 各位前贤 你想过三宝心法没有 和同不是叫我们要约身吗 你约身 身是一个无情之物 怎么会妄动呢 因为对境起念嘛 所以约身跟约行 道替七诗 叫我们念念相续不断的 那一个念 你扶住 让他不要起现行 我们才能够心平气和 进入到第八诗 用文字起观照 文字就是用圣人的义力 作为自己观照的一个工具 佛门讲使觉至照本觉离体 所以能够让自己念念不要相续不停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闻风不动 人之所以会被境界风给吹动 无非外在的人事物带给我们一些刺激嘛 你看到那些好好坏坏的境界像的时候 依着自己的主观意识 我们就会心慌意乱 那谈慧是最重要的 谈经讲 智慧观照自信 不造诸恶 这个只是起步功夫 诸恶莫作 不造诸恶以后 你还要众善奉行 戒律也隐含了这个意思 不造恶只是基础 自信本有的信德 有没有发扬于外 如果有的时候 尽上连下 金箍絮寡 造桥铺路的善行 就不会少做 然后做了一切善以后 不执着这些善行 三轮提空 这个就是真正 观照到最后的时候 破了 五蕴之苦了 我们得到解脱了 一个解脱的人 小果的解脱 自信不攀缘 不在一切境里面 弱两端的想 不动心就没有苦 可是不动心不够 你还要进一步的解脱之见 也就是你了解 万法尽在一心 一心寒藏万法 记住佛所叮咛的话 于是我们在与人交往 我们在立身处事的时候 都能够本诸 圣人的教化 作为我们的准则 到那一刻 我们是真正的 于一切境里面 没有倾疏远近之别 何光皆悟 历经三大阿僧其节 就进入到无云涅槃 这个就是 借乡 定乡 会乡 解脱乡 解脱之见乡 滚南大师教我们 这五分法身乡 在二六十中 学到人要各自内训 圣人只能引导我们 给我们药方 但是要不要服药 接不接受圣人的一个教化 权柄在自己的身上 谁也管不了我们 但是不照做 必然是自作自受 苦不能 苦难以严肃 所以要时刻往里面内训 不要往外面去找 心外无佛 佛在自心 愿经得果成保王 保王就是成佛的意思 这一句话 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常讲的那一句 叫做上求佛道 上求佛道 一定要改习性 化柄性 灭无名 本有的智慧 才能献钱 有了智慧 我们才能够运用 所以各教圣人 都把你修到的次第 内圣一定摆在前面的 那外王一定是内圣圆满才做吗 老话一句 要验证自己的内圣 是否有达于圆满 一定要靠着外王的历史恋心 才能够自正自知啊 你闭门独居 你怎么能够了解自己的修为在哪一个火候 有没有够纯熟啊 所以修是往内要进度级 而修的好与否 一定要来自于责任的承担 在家修的人要记住 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道场的责任 在五轮关系的角色扮演上面 我的责问责任 父子子孝修有定功 与人交以诚信为本 我做到了吗 这个叫孕智 所以我没有灭无名 我的意识心那么强 我念念起的都是无名的一个念 被无名给障盖 本有智慧不献钱 我处事情就容易有疏漏 有错误啊 所以环度如是横杀众 当我一旦成佛之后 等觉菩萨入涅槃流 这个叫做城堡王 然后妙觉立刻出涅槃流入生死海 这个叫做你一旦成就以后 将三大阿森奇节 累结所发的大怨 下化众生的悲怨 你要把它落实出来 因为智慧圆满 再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你做不到的 所以内圣的成就 是为了要发扬自己的悲心啊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天内天外那个都叫做掰咖 那天内你还修一个所谓的治疗汉 出六道轮回 再糟也不过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偏外呢 各位前贤 积了一切的福报 脾气毛病 原封不动 整整好好都没改变 各位前贤 纵然你做了苦力 牺牲奉献 无名不灭 来生享福报 福尽了 你又再堕入到六道轮回 而且恶业的熏悉 它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内跟外一定是齐头并进 然后我在旧福与会当中 各位前贤 你偏外的时候 你所修的也不是两足尊的福 而是人天的福报 那个是另外埋下了 沉沦的一个里程碑啊 去学到 所谓的半道 所谓的三师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做的只有这件事 透过我们自己 去推动另一个人 抬起他的脚步 这个人愿意抬脚 愿意跟我们在同一个行列当中 去学习 去努力 就代表他的灵性已经被唤醒了 当每一个人的灵性都被所有投入半道行列的人 耿唤醒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化 娑婆世界为莲花棒 因为我们已经净化人心为良善了 但是前提 自己要先能够清醒过来 大学讲 明明得而后清清心明 内与外 其头并尽 我成佛 我也能够让众生成佛 帮助众生 达于圆满 这才是叫做 觉醒圆满 所以将此身心奉承上 身心就是 我们度众的心 我们没有任何的分别 我们也没有时间的隔阂 也没有区域的一个限制 我们又有足够的智慧去帮助别人 所以一个身心就涵盖了广大心跟常识心 所谓的常识 就是历劫 我都不忘掉自己在佛前所发的誓愿 各位清闲 佛为一大事因缘 来到人世间 那这个愿力从什么时候开始 慢慢的强壮 就从你因地踏入修行的那一刻 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不独即好 还要天下人皆好 后学在前两天 跟一位道亲在聊天沟通的时候 听到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生活当中所遭遇的难关 后学真的是感同身受 我说了一句很有同意性的话 也是我内心真实要说的话 将我换作你的角度 你的立场 我未必撑得过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遭遇 凡事必有前因 所以我们今天为果报的可怕 就要去想 过去如果能够在身口意上面 不要太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你就不至于有今天的痛苦 所以后学回到家来 就在佛前念那个发愿文 有情众生的苦 就是诸佛如来的苦 因为诸佛无我 众生心即是佛心 我虽然还是一个因地的凡夫 但是我也要学习 透过别人的苦 激发我自己的那一个慈心 让我生生世世 不要忘记一个座右铭 那就是唯有所有的人都好了 我才能够安然无恙 所以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你还需要想方设法的 让自己三轮体空吗 他就不空也就空了 所以悲心就是不分对象 见一切有情众生 如自己累结的父母 如自己的色身一般 就是我自己 有这样一个悲心 我们就会把好坏的人 我们都尽心尽力地帮助他 你看《道德经》里面 老子不也是这样说吗 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因财施教 何曾去轻易地舍弃 任一个众生都没有 可是你要把这个悲愿落实出来 你没有足够的智慧 做得到吗 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个悲愿 我们却不了解 众生像本来不存在 因为众生本来即是涅槃 众生皆有如来佛性 你不度他 他也有佛性 本自涅槃 只是透过我们做一个善缘 帮助他 把覆盖在他真如上面的无名 让他去化掉 我们是助缘 我们不是主因 于是我们在做了一切 利人的事情之后 没有功德相 自然就不会指高气昂 目空一切了 所以要将身心奉陈煞 陈煞就是这五着恶事 五着恶事里面讲 或者你说这个陈煞就是大雄宝殿 我在诸佛如来的坐前 我发愿 我这一颗度众的悲心 就如同十方如来一般 我从来不会有任何的减损 所以我们都希望 能够化人心为良善 首要就是尝随佛学 你要智慧圆满 才有度众的一个能力 是则因为报佛恩 一个真正能够报答佛恩 一贯道弟子 要报浩浩天恩 唯唯失德 你一定是卑质双运的 恶圣人没有悲心 所以独善其身 佛陀赤为骄牙败种 凡夫弟的人 贪求假象的东西 他没有智慧 这两种人都不能化众生 这两种人都不能称之为报佛恩 所以我们能够勇于走入 这个人世间 去承担度化众生的责任 这才是报答佛恩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 我有这个愿力 我也有这个智慧 我也必须要有缘 如果没有缘 我要帮助别人 别人也不敢伸出手 接受我的帮助 释迦牟尼佛当初带领了一群弟子 到了某一个小岛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住了一堆的居民 佛陀就叫阿难 你去度化这边的人 阿难说 佛陀既然已经来了 由您度化不是更为圆满吗 释迦牟尼佛说 不行 我跟此方的众生没有因缘 这个岛上的所有众生 过去生跟你阿难有十足的因缘 所以你去才能够成就他们 原来在无量节前 阿难在某一世转世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山里面的侨夫 那么在山里面 看到一个大的密封窝 受到毁损的时候 他帮助了那个 那草里面的密封 就种下的这些因缘 历经无数节 这些密封 他们转化为人生了 他们自然而然 对于阿难当初的身与允守 让他们还居有定所 他有那种好感 所以佛陀能够有寿命通 他就让阿难前去 教化这一边的众生 果不其然 阿难进去以后 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洋溢 接受他的一个佛法的净化 圆满了他度众的一个悲怨 那讲这个是要告诉各位情形 不要说今天佛堂没有我的事情 我是讲师 讲课的又不是我 我去听什么 我是煮饭的 今天不是轮到轮值我煮饭 我去做什么 你把那个时间空间 切割的如此的明确 各位前贤 你猴年马月才能够与人广结善缘 我们天然师尊曾经讲过 当你参与道场 每一场帮办的道物的时候 哪怕是听课 哪怕是行三师 都在与所有友情众生广结善缘 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们才奠定未来生 在孕至孕碑 接引众生的时候 你能够马到成功 所以愿今德国城堡王 环渡如是横杀众 将此身心奉尘上 适则名为报佛恩 这就是我们开经阅读的四弘试愿文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 试愿程 每一次在诵经之前 先念四弘试愿 就是让我们开展本有的智慧 就是让我们电力 甚深的悲心 发愿走菩萨道 众生不度尽 我的脚步 我的脚步 事不停歇 那这一堂课 先跟各位前嫌 先跟各位前嫌分享到这里 下堂课我们再继续 我们接续上一堂课还没有讲完的这些赞佛的祭语 阿难讲 还有一个众生 他没有成就无上佛道 他自己绝不入涅槃 泥环就是涅槃的意思 其实不仅仅是地藏古佛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藏古佛度地狱众生 是最恶劣的一群有情众生 然而任何一尊未来佛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都有发下如是的悲愿 也就是众生戒无有境 我此行愿亦无有境 众生戒没有度尽之前 我度众的悲心从来不会停止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贯道的弟子 我们要孝诗行 我们要记诗志 我们老师也是在成佛的行列当中 当我们天天讲这几句话的时候 你就等同在老母的脸前发愿 我要度脱所有众生 没有时间的限制 尽未来季 愿力没有成就之前 我的行持绝对不中断 那谈到五着二世 在这边先跟各位前行分享 因为可以透过我们去看周遭的环境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们有深刻的体悟 感觉到真的就如同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末法的乱象 早就已经出来 五着第一个讲 结着 着就是混着的意思 我们在末法时期的时候 看到激进 看到瘟疫 看到刀兵 我们看到政治上的一个动乱 看到人心的一个险恶 大概去年 今年 是越来越过于严厉 尤其因为 有两国的战争 会让一些 比较弱势的族群 比较未开发的国家的子民 他们身陷在 没有食物可以取用的困境当中 当瘟疫在四处流窜的时候 文明的国家 开发中的国家 有多余的疫苗给丢掉 过期失效了 而这些的苦难的人 他们却等不到任何的援助 然后国与国之间 些微的意见不合 就兵刃相见 后学讲的这几个例子 各位勤贤 应该没有任何人会加以辩驳 因为它是铁一般的事实 我们已经处在杰拙当中 所以要真的能够 透过外境的变化 自己内心要有所警觉 如果不趁现在这个时机 好好握机而行 你错过了这一个村 就没有下一个机会了 建筑 世界之所以是如此的动荡不安 在于事件的终身 欠缺政治见的人多 没有正确的一个见解 对于圣人所讲的教话 他们不相信 然后一些有心学到的人 又走入到旁门左道 心外求佛还是小事啊 走入到一说邪魔的那条途径里面 那就插之毫里 失之千里 要回头也很困难 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面对如此零零种种的法门 我们要如何能够 截取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作为自己修行的工具 那真的要莫大的机缘啊 那我们的前辈者 在过去就提醒我们 政治界的获得的一个管道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所以我们不太认同前贤们 随便在网络上截取一些东西 怕的就是在于 您拿的东西 未必是来自明媒正教的政治界 所以因为见解不正确 所以行为就会错误啊 这是我们谈到 世界乱象的一个由来 那对修道人而言 如果没有正见 八正道里面说的 你没正见 你就没有正思维 没有正思维就没有正念 没有正念 你就没有正确的行为 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才多次的提醒大家 理不明道难修 三烦恼拙 因为见解不正确 把因缘和合的东西 短暂有当作真实有 所以兴起种种的贪爱 在贪求的过程里面 就会称怒斗争 斗争就是跟别人 你争我夺 然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思维 我们也不惜说一些谎话 这些都叫做 妄念起于妄心 带来烦恼 就让我们的真如 原本清净的 却不得安宁 因为上面覆盖了一层 厚重的无名 它不见光了 第四个 命着 众生因为有诸多的贪求 有诸多的妄想烦恼 所以朝思暮想 情绪有一个极大的波动 尽管科学进步 一要发达 地球村的人 寿命却没有相对的增加 还在进入到简洁的特色 每百年人寿递减一岁 出不了三界 就有六道轮回 轮回的苦改头换帽 这一生所受的苦 如果没有一个 所谓的真正的认识 没有从痛苦当中汲取经验 而只是愿生载道或者愿天尤人 那么这一生所受的苦难 来生必然再来 因为所有的学习 是为了让我们寄取教训 不要重挡覆测 众生主 我们的心没有正面 我们的身不做正行 是因为我们不清楚事实的一个真相 所以才会随着一己之心 任意妄为 做出了很多错的事情 不但生命是短暂 连我们的形体 也会随着自己善恶的行为 而有不同的展现 所以这五种都是现在人世间 最明显的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去细细的加以对照 然后提醒自己要加快脚步了 大雄大利大慈悲 稀更省除为细祸 这是赞叹佛的德性的崇高 愿力的一个广大 那是在前面讲 那这边呢 佛陀就祈求 佛陀愿力无穷 也把慈光加辟在我的身上 帮我一把 因为我纵然已经了解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但是还有一些维系的尘杀祸没有断除 所以希望佛陀能够更进一步的解析清楚 我们这边谈到大雄 大雄就是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上面做的是大英雄 大丈夫 佛陀用三大阿森奇节的时间 灭无名 那个灭无名的过程 就是勇于改过的一个显现 人如果能够知过改过 他心地就必然坦荡光明 这个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所以古德讲 能够勇于认错的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第二个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 大雄大利大丈夫 出三界 了生死 断烦恼 正突起的人 这个菩提就是无云涅槃 在三界之内 要谋一己的生存 都很辛苦 还发愿走菩萨道 这个叫做难行能行 难舍能舍 所有难做到的事情 你做了 你就必然成就 大丈夫的一个资格 稳坐大雄宝殿 所以这个维系阔 我们来跟各位前嫌做一个补充 界内的无名祸 叫做剑思祸 那是凡夫地起修 你要先破的 先破思祸 先破剑祸 剑祸就是拥有正之剑 虚头还能破 破了以后 已经证了一个最初阶的胃不退 接着天上人间三次到七次的往来历练 破我们贪嗔吃蔓宜的私祸 来验证我过去生所沿袭的正之剑 我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行诸以外 当我们把界内的无名祸给破了 剑思祸给破的时候 各位前嫌他就是位列阿罗汉 四国阿罗汉 那界外的无名是谈 维系的成沙祸 这个维系的成沙祸 是来自于菩萨要度众 他必须了解无量无边的法门 才能够去因财师教 闻生就苦嘛 所以这个成沙祸 是针对众生而立的 菩萨的位阶能断 哪一个位阶完全断掉 到了所谓的九地菩萨的时候 把阿赖爷三系向你们的转向也去掉了 这是维系的成沙 这叫做成沙祸给破了 你就有度众的能力 因为已经开了道种制 那另外一个维系的成沙祸 谈的是三系六出里面 最初的一品生相无名 等觉才能破 但是破不破也不影响 他去所谓的千百亿化身 度化众生愿力的一个实现没有 佛是过来人 在三大阿森奇节 破三祸正三身 所以阿难他在佛前发愿 希望取法如来的一个行为 但是毕竟自己的三祸未处 希望佛陀佛利加批 所谓的佛利加批 并不是给你磨顶 而是佛陀是不是能够再把意理剖析的更为精细一点 方便我了解 修道 修道绝对没有去仰赖别人的加持 你能够安然过关的 都是要靠着自信自度 如果佛力加持就能够减少我们修道的过程 阿难在任言经的视线 不是很简单很明确的例子呢 在顿悟入道要门论里面 就有提到啊 来人世间度众的佛菩萨 无量无边啊 如果可以靠着佛菩萨的加持 来减少我们修道的过程 各位前显 那三界之内 何有如此多的友情众生 在生死苦海里面沉沦呢 所以佛陀都是一个助缘 提供我们药方 要不要把药给吃下去 那是在于我们自己 有没有知行合一的这样的决心啊 令我早灯无尚绝 于是方界做道场 希望佛陀能够帮助他断无名 能够震入佛果 震入佛果的目的 不是为了求一己的安乐 而是希望于十方界做道场 做道场成佛以后 你要弘法立身啊 所以这个地方 阿难的所讲的这一句 赞美佛的祭语 其实跟他在法会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体悟已经不一样了 他刚开始只求自己的所谓脱离轮回分段生死之苦 但是到第二侧的时候 他已经希望能够弘法立身 不再单求一己之乐了 所以顺弱多性可消亡 若加罗星无动转 顺弱多是代表虚空 虚空可以坏啊 其实各位情形 这一段话就很像 我们在人世间 男女在谈情说爱 一时热情冲昏了头 常讲的那一句话 还可哭 石可烂 我对你的心永不变 我们都是过来人 我们都走过这一条路 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些愚痴的想法 可是会随着情境而改变的 同来不是真心 他既不是真心 他就会因着环境而变啊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 别人祝福我们 爱和勇裕白头偕老 可是台湾的离婚率 现在已经不亚于那些文明的国家 这个大大提升啊 因为当初讲话的时候 发自于人心 现在时节因缘变了 我的心变了 所以过去讲的话就不算数了 可是阿难是从他的真心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他才讲嘛 虚空可以坏 可是我杜众的心 硕加罗心 硕加罗代表坚固啊 我这个斗众的心是绝对的 不会随着时节因缘做任何的改变 他坚固如磐石 那么我们在佛前也曾经发的愿啊 我们佛前立了十条大愿 我们要把相还啊 那么我们到现在脚步依然在朝着老母的方向在运作吗 老母代表什么 老母代表自信的一个圆满 如果还是往这个方向做 就表示我们的脾气 我们的毛病已经在淡化了 我们没有背离自己在佛前所立的誓愿 到这一句话结束 人言经的第三卷 就圆满告一个段落 接着进入到第四卷 那在讲第四卷之前 我们来回顾一下 佛陀在第一卷的后半部 然后第二卷的后 第一卷后半部 在第二卷之前的时候 谈了六根六成六事七大 在六根里面 银耳鼻舌身 这个是色法 色法就是相分 有直爱的 有相可见的 那心法就是在六根里面 第六意识 它就是所谓的见分 后学是把这个区块跟各位前前讲 我们在阿赖爷的三系相的转向是见分 现象是相分 有这些坚固执着的无名 才会衍生出后面色身的六根 然后由这个相分又衍生出什么 色身香味处的六成径 六是完全是心法 七大里面地水火风空是色法 然后色跟根 色大跟大叫做心法 列这个给各位前贤看 色法是无情之物 心法是有情之物 所谓的有情无情共义体系 这样了解吗 都是一念无名所起的 幻化之物 可是我们把 有直爱的东西 当作真实有 就随着境 而有种种的摇摆 反而就让那个真性 越来 越微弱 因为他的呼唤 没有人听得到 耳时 富罗纳弥多罗尼子 这是富罗纳尊者 在大众中 集中做起 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 合掌恭敬 而搏佛眼 印度是一个热带地区 所以穿加沙都偏袒右肩 当然也曾经因为在法会上 有人要暗中谋次佛陀 所以也才规定 他们的右肩要什么 要露出来 防止他们私藏凶器 这是我曾经在书上看到的 古德的注解 他就讲 大威德士尊 善为众生 敷衍如来第一异地 敷衍 就是非常有层次 由浅入深 由什么 由义入凡 慢慢的引导我们 逐步的去了解 了解什么 了解圣生的第一异地 所以谈到第一异地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透过世俗地的解说 才能够方便众生去契入啊 因为谈第一异地叫做梅德说 心形触灭言语道断 回归到那点灵光各位情形 那是根本就没有言语文字可以形容的 那个叫做真如门啊 那不能说说的是什么 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反反复复跟各位前嫌齐的 自信含藏万法 万法从自信而出 若真的自信当家做主 起的必然是善用正用 一念不觉无名发号司令 他谋一己之思 他必起恶用 所以谈第一异地 没得看没得说 因为非六根见闻觉知 可以察觉的 可是透过我们的四大甲合肢体 我们身口意的一切作为可以彰显出来 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一点灵光 他到底是否已经开始发号司令 所以一定是从世俗地的解说 才能够进入到第一异地 所以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 这是富罗那弟子 他以世尊来做一个印证 您过去常讲 在您做前十大弟子里面 我富罗那是说法第一的 不要讲 富罗那尊者怎么如此的骄傲 自称第一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看完前文我们再来怀疑 富罗那之所以会成为说法人中第一 能够在弘扬佛法 不仅仅护持释迦牟尼佛 在过去九十佛来人间应运的时候 他也同样的是诸佛如来的开路先锋 也是说法第一的 甚至在贤劫的千佛当中 弥勒佛是贤劫第五尊佛 他将来也会过来护持弥勒 讲经说法也是第一 那他为什么有如此好的根器 经书有记载 因为他过去在内户跟外户之间 他都做得很好 什么叫做内户 内户就是一个个人心性的羞耻 改习性化秉性 我有没有研读圣人经典 然后依教奉行 内户就是大学的明明德 就是儒家讲的内圣的功夫 所以达摩悟性论里面就讲 凡将心求法者为名 你在阴地修 你必须要借由经典 才能够去契入到圣神的佛法 可是一旦你了悟的时候 你就知道心外无法 如果忠此一生 永远在心外求法 这个叫做谜 这个叫做愚痴 所以开悟的人 是不将心求法者为悟 我改习性化秉性 三藏十二不经 在我自信里面圆满具足 不曾欠缺 现在不过借着圣人所说 作为我开启的工具罢了 然后在研读的过程里面 不着文字明解脱 不然六成为护法 所以这四句话 都是教我们要达到内户 所以我们讲护持道场 护持道场 各位前贤 自信道场有先护持了吗 假如我们自信佛堂颠倒错乱 那你走过的地方 各位前贤 必然就是一团乱 就像一个苍蝇 像一只蟑螂 走过的地方 就会散步 我们要做蟑螂吗 没有人愿意 所以我们要进入神圣的道场之前 也要先问自己 我的个人心性修持 是否有进步了 那外户就是我们所讲的责任负起 我们宣扬大道 利益众生 不仅仅是台上 跟人分享诸佛的义礼 在私底下 见到有任何同修道办 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别人的需求 摆在第一位 也就是尽力 尽心尽力 不要让别人 找不到可以倾吐的对象 我们愿意为他人 排忧 解闷 这些都是达于外户的一个条件 可是要真正的做到外户 户道的人 你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正见 你没有正之见 你会悟尽天下苍生 你引导人家错误了 我过去的时候 我曾经听前贤讲过一句话 我们一贯道 不从事社会的救济工作 因为那个要交给政府去做 我们不做这个 我们度众就好 我曾经亲耳听过 这么荒腔走板的一个谬论 所以我面对后来 我们到场的领导者 他教我们 要善用地方的资源 投入一些 不能讲长照 就是看护一些老人的 这些的慈善的活动 然后也集结到场 所有到亲的力量 我们对于那些国度内 国际上一些受苦的众生 我们就会 博以施以救援的力量 后续心里就很感慨 也很感动 所以一个错误的之间 你把一贯道 打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都不自觉 第二个 做一切丽人的事情 行菩萨道的时候 不是为了个人的明文力 不是希望借此扬名立万 让别人记住我们 其实谁记住我们 都没有用 因为谁也记不住 人在 情在 人去 情往 可是有一些人 他记住你就很重要 我们的老母 十方如来 我们的上三身 他把我们所有学习的过程 点点滴滴 他们认同了 那与我们的将来 才有莫大的注意 因为 诸佛如来 知道你我 愿力 是无穷无尽 在未来生 再来人间学习 菩萨道上 依然有你我的形影 诸佛如来 依然会随顺着因缘 牵引我们走向修行的路 第三个 我们要做众生的善知识 必须我们具备证卷 也能够知行何而为意 所以要具足这三个条件 才是真正的外护 所以大波涅槃经讲 我与往昔护法因缘 经得成就 世金刚生 常住不坏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 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内护外护都做到了 所以才能够成就 这个清净法生 大圣经刚经把善知识的定义 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谓的三不离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释迦牟尼佛说 大善知识 为佛堪知 善知识是登地的菩萨才能做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虽然不敢跟这些佛菩萨 位在相同的水平 但是最起码 我们在自诩 要做一个善知识的时候 必须知道 我需要具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心性柔和 戒行精砖 也就是戒律严谨 心无贪度 能有贪嗔痴三毒 物无爱恋 我对身外之物 没有境界爱 没有名利爱 心行平等 度众不分对象 义无赠爱 有大方便 自度度人 有大方便 就是能够善巧方便 才能够量根施道 量根施道 即是因财施教的意思 说法议论 结合敬意 后面这八个字很重要 我们讲的任何东西 不要放自己的意识心在内 圣物性如意 如意不可信 你必须要符合 诸佛如来讲这一句话的意思 在哪里 不要用自己的意思 去揣测诸佛的意思 因为我们永远揣测不出来 你用的是意识心 就会跟真心背道而驰 此外 下位不知上位 你如何能够了悟 诸佛如来的一个境界 所以唯有依着 古得已经正果的人 他们用浅显的话语 把圣生的意理 做一个解析 我们慢慢研读 那么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才不会流于偏邪 经文如来 唯妙法应 犹如龙人欲百步外 灵于闻那 本所不见 何况得闻 刚刚前面一句话 傅罗那尊者 他赞叹自己 是十大弟子中 说法第一 可是这么一个能言善道 讲经说法的人 今天参与人言法会 听闻佛陀讲的 一切万法 乃真如随缘之用 这个叫文妙法应 就很像一个笼子 他站在百步以外 要听那个蚊子见 百步以外 看一个蚊子都看不到 你何况听声音呢 前面又加上笼子 笼子是你在前面 你都听不到 这个就是用一个 很夸大的形容词 在告诉与会大众 在表明自己的一个感想 佛法是道大理为 很难懂的 佛陀要讲演 唯一佛圣的义礼的时候 如果没有绝对良好的 实节因缘 他不会开口的 这就是我们在道场里面 前辈子教我们的人生难得 大道难遇 名师难逢的意思 可是所有难得的 经已得 剩下的就是 我们要自己去正果了 那这边在进入下一段经文之前 先把一些我们常用的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然后为小圣行者 只求个人的离苦得乐 他讲了四圣地苦及灭道 透过修行 才能够灭出人世间的轮回之苦 谈这样子的定位 都是讲教法 那形象就是谈心耻 修耻而言 他就落入到什么 小圣终圣跟大圣 这小圣就是我们讲 见闻转送 不解圣生意 他知人空 他破了人我空 知道四大假和是虚妄 但是不知道 阿赖爷的那一个法我之 也是虚妄 他把转向无名所带的见分 误认为是真我 所以他求涅槃之乐 这个都是小圣的人 或者像一般的人 我们在读经 在研读道理的时候 我们只求自立 自修自证 我们懒于为别人解说 我们懒于去承担一些的 度众的工作 这些都列于小圣根气的人 也就是在修行的过程 心量不够广大 那终圣的人 他跟小圣的差别 只在于根气比小圣好 最起码知道 无名原形 行原事 人的投胎转世 都是源于过去生 过去生无名累积 所带来的一个业力的讨报 所以他误的更多了 大圣行者 谈的就是依法修行 可是虽然依法修行 还有能修所修 没有理想 这叫大圣 那谈到唯一佛圣呢 各位前显 于世出世间法 通达无碍 所以能够通三藏 以词而不经 能够度一切 有情众生 却不起任何的 能所之心 这个叫做最上圣 叫做唯一佛圣 所以这个从行持而言 所以我们从这个样的次第 就会理解到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灭三系六出里面 在灭所谓的第七世的 志向相续向 灭阿赖爷的现象转向 就是离开了能所心 空会现前 这一段的修行都叫做大圣 等有空会现前的时候 你对于世间世出法 通达无碍了 而且没有任何的染拙 因为什么 因为你把三系像里面的 那一个法我之也去掉 这是谈行持 那就我们所谈的果 我们所证的那个果 依着前面所说 他就有生文圣 圆绝圣 菩萨圣 还有佛的 这个境界 这个圆绝 后学把它打错了 应该是因缘的缘 后学待会会做一个调整 佛虽宣明令我除祸 经由未详 思意究竟 无疑活地 纵然佛陀 您已经极为用心的 要为我们破语解祸 但是究竟我们的根气 不够立养 于您所说的东西 还没有办法深入了解 所以世尊 如阿难被虽则开悟 息漏未处 前面一句话 阿富罗诺 以自己为代表 他已经讲经说法 人中第一了 然而今天 与佛陀所讲的圣身毅力 还有一些不够清楚的地方 那如果像阿难呢 看似多文第一 已经开悟 但是他还有很多的 无名息漏 没有去掉 这个无名息漏 在此地讲的就是 见识二祸 阿难也不过就是一个出国 还没有证四国罗汉 还没有打予无漏的一个境界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我听了这么多经 好像理解的不够深刻 那你现在听闻 妇罗那已经反反复复的也在讲 他也听不懂 他听不懂 所以还希望佛陀有没有继续再讲清楚 那我们听不懂是想说 哎呀听了那么多次都不懂 那就不要再听了 浪费时间 你这一生只要放弃了学习的机会 未来生在修行的路上 很容易半途而飞 因为阿赖耶士里面 已经有了半途而飞的恶法的种子的存在 所以修道 成恒间旅主讲的 对道有足够的信心 你也有恒心常识心 你还要有坚固的道心 才能够 我们讲这个破除万难 勇往之前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啊 那弗罗纳在这个地方 他听闻了这些意理之后 他到底有哪一些的疑惑 是在后面的经文会提出来的 那后学先跟各位前贤做了整理 那这一段经文 线上有研习过 原觉经的人 不难察觉 同样的问题 在原觉经 释迦牟尼佛 跟一些大菩萨的对答里面 也有这一段的经文出现 第一个 藏性既然本来清静 真如自信 一法不利啊 那为什么又会变现出了 山河大地的这些有违法呢 第二个 他不了解万法尽在一心 他不了解向望信真 诸法的向是虚望的 缘起甲有 唯一真的是从真如体性而出的 所以既然不了解向望 所以他就认为很奇怪呀 你将地水火风四大 片满十方 片满十方 可是这个四大里面 彼此之间是互相冲突的 既然互相冲突 有我在就没有你在 譬如说明跟暗 是互相更迭的 那他怎么能够圆满周片呢 这是第二个疑惑 第三个 众生皆具妙明本性 不充修而得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 要历经三大阿僧集结的 勤苦修行 才能够震入自己的自信呢 不是已经讲本来就具足吗 父罗那尊者 在听闻了佛陀讲的 诸法 是自信随缘之用 可是还有一些的疑惑 没有破解 所以他才带与会大众 发出了这种请求 希望佛陀再为解说 我等会中灯无漏者 虽敬猪肉 今天与会的这些大众 凡是正阿罗汉果的人 已经所谓的烦恼禁除 具足六通 经文如来所说法应 尚于依悔 可是今天在听闻佛陀讲 这个唯一佛圣的上圣大法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总觉得有些东西 没有弄清楚 没弄清楚 没弄清楚 有疑惑 就如同心里面有一个结一样 有一个东西 梗在那个地方 不土为快 则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更成 因处界等皆如来藏 如您所说的 世间的一切六根六成 五因六处十八戒 十二处十八戒 都是如来藏性 那如来藏性本来清净无染 那为什么生出了山河大地呢 而且这些一切有向的有为法 会生灭不息啊 次第千流谈的就是 眼前看他灭了 灭了又生 生了又灭 循环不已 周而复始 就像春夏秋冬四季 就像白天黑夜的一个更替一样 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为什么自信既然清净 为什么会生出不清净的染法呢 为什么 实际上 弗罗纳只知道自信本来清净 却不知道 那个清净谈的是体 随缘之用就落在因缘法 这些的所谓的山河大地 生灭的染法 其实都是真如随缘之用 空花水月 钢体极空 因为在用的过程 就落在因缘 因缘法的时候 缘起则有 缘灭则舞 如同我们常讲的 事来则印 事去则息嘛 有印有息啊 有来有去都叫做生灭法 可是用有来去啊 闻风不动的就是那个真如本体啊 它合成随着境界的一个变化 而有任何的增减之别都没有 所以妇罗纳尊者问这一句话 他就是要问佛陀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这些的 有违法的妄想存在 他要问的是真正的答案在这里 他认为无明 有一个开始 又如来说 地水火风 本性圆容 周辩法界 赞然常住 你的四大 四大法 这四大法里面 地水火风 属于色法 他有相 有相就一定有爱啊 有妨碍 既然能够互相做抵触的 又怎么能够同时都周辩一切处呢 水可以灭火啊 地可以障碍空啊 彼此是互不容纳的 他又怎么能周辩一切呢 所以世尊若地性变 云河如水 容水 地性地大 他如果遍一切处 地性是有直爱 那水怎么能够跟他融在一起 不可能的 水火是相克的 所以水性周辩 火则不生 云 复云和明 水火二性 聚辩虚空 不相灵灭 灵灭就是彼此之间没有抵触 不会互相骗坏 互相破坏啊 地跟水 或者地跟空 或者水跟火 是一样的意思啊 有我无他吗 怎么能够又同时 骗买虚空界 不会互相侵犯对方呢 世尊 地性障碍 空性虚通 云河二聚 周辩法界 而我不知 事亦优亡 这个优亡就是归养 您讲这些东西 他真正的立论点在哪里 这三点后学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他跟各位前线整理出来 布罗纳尊者他称自己智慧浅薄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佛陀讲的七大巨片一切处的这个立论点 因为这七大会彼此互相冲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不知道这是无名的幻化 既是幻化之物 本来即是空空的东西有什么好互相冲突的 他没有冲突啊 那因为接下来这一段有没有 他唯愿如来宣流大词 开我迷云 吉诸大众 做事予以 无体投涕 倾可如来 无上词毁 佛罗纳把自己心里的疑惑提出来 希望佛陀能够加以开解 尔时世尊告佛罗纳 吉诸会中漏尽无学 诸阿罗汉 因为众生有请 佛陀必然有应 他就立刻要为佛罗纳 还有与会大众 以及末法众生去开演 这个所谓的一切万法 皆真如自信 随缘之用的圣神的含义 他又再说的一遍 当然他所引用的那种技巧 又跟前面的又截然不同 那这些经文 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后学再来跟各位前嫌分享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